好欢迎欢迎李赛生活通知 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呢 好好跟大家来聊一聊怎么玩 大家有没有听过台湾好行 我坦白说我没有听过 我们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听过台湾好行 你可以在粉丝团当中告诉我一下 好先欢迎一下我们全台湾最会玩 又最会省的旅游达人 943 943好 樱文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943就是省 对那跟着943呢台湾好行啊 其实我坦白讲我真没听过台湾好行 那时候我们宣传还没有很久 其实这也是刚出来的一个景点接驳车 那以前的话我们都会觉得说 对那台湾好行到底是什么 那就是我们通常出了台北之后 就会觉得台湾的大众运输好不方便哦 要去乡村啊乡间啊什么景点啊 都要转车转半天对不对 然后搭客运又怕再深山迷路对不对 那现在台湾好行就是专门帮你把各个景点接驳起来 然后把你从车站载到景点去的接驳车 就是你会不会觉得很棒 很棒啊 它长得是不是很像公车的样子 长得像公车 甚至有些它就是结合当地的客运 比方说深坑啊平溪啊这些 它本来当地就有 只是说它又有这个台湾好行的优惠 比方说最近半价的话你就可以刷易卡通 最近半价 对对对对 但是这45条其实都蛮多不错的 那我在我的粉砖有帮大家整理到底是哪45条 而且呢其中还有一条是目前免费的 是不是很赞呢 还有免费的啊 对对对所以就是大家记得要刷上车的时候刷易卡通或是悠悠卡 如果你付线对不起就没有办价 我们听众朋友讲说台湾好行有听过 他说已经很多年了只是宣传不够很少人知道 现在越来越多人知道 好吧 我也蛮嫁意说这个还是蛮多人真的不知道的 但是台湾好行真的很棒啊 你就是只要搭高铁或是台铁到各个县市 然后各个县市现在都有台湾好行 连里岛都有 有看到你的那个书上有写 对对它就会载你到各个景点 每个县市最有名的景点一定都有到 然后你就从这个各个县市的车站台铁站客运站直接搭到景点 那有的人可能不只一天去一个景点啊 他会帮你从A景点再到B景点再到C景点 那有的时候呢甚至你到一个新的地方 比方说像里岛啊就不熟啊 我就不知道说 比方说金门金沙跟金城在东南西北哪里啊 我不知道 可是你到了里岛或是一些部落 你只要照着他的路线走 每一个都是经典的景点 都不用说我到底要挑哪些景点不用 你就照着走就对了 我就是听李伟文 因为他退休嘛 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到处玩 他就是去金门 然后他就搭那个台湾好行 他说超方便的 超方便的 而且还有导览耶 这要跟大家说如果说是大家觉得说这个大众运输是不是要带很多行李啊 是不是这个很不方便啊 我是不是要等一个小时啊 其实有一些的确班次没有那么多 可是现在有一种台湾好行有一种方式 也就是说他叫做游轮式公车 就是有导览的 怎样叫游轮式公车呢 他在哪里有呢 就是在里岛金门 马祖 澎湖 或是这个部落 比方说我们等一下要介绍的屏东神山县 或者是花东 这种的都是游轮式公车 游轮式公车是怎样呢 我简单这样讲好了 一般我们搭的客运就是人等车 对 是不是 那游轮式公车呢 就我刚讲的里岛跟部落是车等人哦 也就是车上有导览的哦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可能去里岛不是很了解啊 不知道说金门 马祖以前 以前人到底什么生活啊 甚至以前他们小时候到台湾了 还要办护照 那或者是说 不知道说这个卢凯族到底生活是什么啊 然后美食是什么 然后他们头上插的这个百合花是什么意思啊 那车上都会有导览 那车上有导览以外呢 他一下车每到一个景点 诶 导览就变成导游咯 你就跟着他走 对他沿途帮你导览 沿途看到什么就帮你讲解 你跟着他走 然后跟着他回来 你就不会拉掉车子 对对对 那不是太好了 对所以你也不怕迷路 也不用怕说 诶 临时到这里 然后这个有什么状况 小朋友尿布没了或怎么样 他都会告诉你 诶 附近哪边有洗手间 哪边有超商 哪边可以有西药房等等之类的 都会告诉你 所以是非常好 诶 我觉得第一个当然就是 你可以不用自己开车 毕竟自己开车蛮累的 开车的人其实到了那个景点之后 已经没有办法完了 又太累了 就想去睡觉休息了 对对对 所以台湾好行很棒的一点是 不管是不是游轮是公车 你都不用担心说 我今天塞车 然后我就在那边很无聊 要不然就是也不用担心说 找不到停车位 那甚至刚刚我说的这个里岛 还有很棒的这个 像比方说去年不是大家都一窝蜂跑到马祖去 然后就发生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因为马祖的游览车很少 可是又那么多人 所以变成怎么办呢 一台游览车载五个团 所以有些人去年呢 他花了钱去跟了团了 可是呢 他的东西必须要拿下 就是巴士把它载到景点之后 他必须要把水壶啊背包啊什么 通通都带下去 不能放车上 可是如果去年是搭台湾好行 或是你以后搭台湾好行的话 那就变包车啊 像我去马祖的时候就我们四个女生 就变成我们的包车了 你们包车 而且更夸张的是 马祖是一整个上午走一个路线是300块 下午走另外一条路线 一整个下午都在走也是300块 那如果你上午跟下午都报名 那本来是600块 上下午都报名就减100块 也就是变500 各位现在是什么里长的自由行 一日游啊不管是不是里长 反正就是一日游都要1000多 对不对 那你租车是不是也是要一两千 可是如果你搭台湾好行 有导览 车上有冷气 有些还有WiFi 做一整天只要500块 对那这个花东其实也不会很贵 可能就是三四百 然后你如果刷卡的话还会半价 是不是很赞呢 赞我都不知道 就我们现在知道了就可以赶快去玩 赶快去玩 好待会还有更多的资讯 或者是有一些943推荐的路线分享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一下广告 待会继续再聊 好我们现场的就是943了 我们听众朋友很多人其实有听过 那个943 听过台湾好行 对他就说知道台湾好行 有人说没搭乘过 可是有人说台湾台中也有台湾好行 有人说石头山线北党朝天宫线 超方便的经过高铁站 有人讲说台湾好行真的好方便 那我们具体跟大家来谈一谈 就是像台湾好行 他那个票价你刚讲就不一样 那65岁的人以上 你刚讲现在已经有半价了 那65岁以上还有没有其他优惠 65岁以上就是只要你有这个证明 就是一律半价 所以你也不用刷卡就是半价 那所以我们刚刚讲说 有一些比较热门的路线 比方说花冬的很热门 或是有一些路线是需要预约的 那预约就没有办法上车才刷卡 那但是65岁以上就是预约的时候 只要你65岁以上就马上半价了 所以这个是蛮好的 因为我跟你讲就是有一些是要预约的 因为有人说没开车很方便 朋友去花莲泰鲁格有使用过 可是刚刚943说这要预约 对因为这个线太热门 大家去花尤其是花冬 或者是什么墾丁啦 或者是日月坛 日月坛大家都想要去度假 那所以这条线蛮热门的 尤其日月坛下山 傍晚下山的时候 一定要预约 否则你在那边在站牌等很久 然后上车卡到一个位 对不起 那个预约的人他晚晚上车 你要让位给他 有位置 真的 所以你可以去预约 那至于怎么预约 可以上台湾好行的官网 这官网非常好用 你有什么疑难杂症 包括到底这个小朋友 婴儿要不要付钱 你上去问 他的回复很快 那还有一个很棒的功能 就是建议大家一定要上去看 就是台湾好行的官网 他有公车动态 也就是说大家会担心说 我是不是要在站牌底下 等一个小时 万一错过的话 那现在又这么热 对不对 可是台湾好行的 网站上的公车动态 你可以看公车 现在在哪一站 而且你在规划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 他每一条路线的 在地图上的样子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 我喜欢吃的这一间冰店 或是我想要住的民宿 是不是有在 我要去的站牌附近 这是不是很方便 对 然后你就在那边下车 在那边玩 然后你再等下一班车 就算好时间 他会告诉你说 这个台湾好行的哪一班 而且他会有车号 他现在到哪一站了 还有车号啊 对 有车号 你通常你最好是 除了台湾好行的网站以外 通常我们现在 手机都有公车的APP 那你最好两个一起参考 免得其中一个 要是故障了 你还可以有另外一个可以参考 反正两个都一起双管齐下 你就不用在太阳底下等 你就可以算好时间啊 我们这边再多拍个一下 才有三分钟 我就觉得我真的太笨了 有一次我去那个 是罗东还郊西嘛 就他们就跟我说 那个会塞车啊 你就自己搭那个公车回去好了 结果就在转运转等公车嘛 然后直接坐到新店 就等了半天之后 都一直没车来 然后我去问柜台 他就说不知道你查APP 那我也不会查APP 然后后来那个 另外有人就看到我很可怜 在那边等啊 因为等一两个小时 他就说小姐 你要不要换别的车去坐 你不一定要坐到新店 你可以坐到什么市政府转运站 什么的 结果去买票 没有位置 然后最后要等到最后一班车 所以我觉得手上应该要有一些APP 可以查一下 对对对对 因为现在有些人还不知道 要善用这个APP 然后有些人就发现说这个为什么车班这么少 那台湾好行废掉了吧 之类的 可是不是不是他废掉了 而是他在网站上有公告说 我最近在维修 然后我们刚好没有看到而已 所以他其实根本就运行的很正常 只是刚好可能都会有突发状况 比如说哪里做工程啊等等之类的 所以我的书跟着943搭台湾好行 就来提醒大家说 哪一些路线特别热门 比方说刚刚的日月潭线的这个傍晚下山的时候 特别的热门 所以我们就不要挤在那个时段 要不然就是桃园的东眼山线 这条路线很受欢迎哦 大家可能想说东眼山在哪里 其实就是桃园桃园的每一条台湾好行 我都搭过 东眼山线真的很不错 那东眼山为什么这么热门呢 其实他的CP值非常高 听到CP值大家眼睛就亮了 跟我一样 那东眼山CP值高在哪呢 因为他的山形的这个位置的关系 东北季峰一起 他的山里面就云雾缭绕 就很有溪头的感觉 所以他有一个外号叫小溪头 可是呢如果你是住在北部的话 你不用跑到南头去 你直接在这个桃园 而且他的海拔很低 所以他虽然是低海拔 却有高海拔的那种云雾缭绕的感觉 所以对北部朋友来讲 你就不用跑到那么远 不用跑到中部 然后也不用跑到高海拔 可是你却有那种山林溪啊 溪头的那种感觉 所以很多人都去爬东眼山 那东眼山这条路线 他还会经过大溪老茶厂 就是那个茶经啊 金钟邻居的取景的地方 他其实是拍他的二楼啦 但是一楼几乎也是跟剧中一模一样 剧中的那个是在南头的日月老茶厂 但是一楼几乎是一模一样 所以你就可以去看说 当时我们这个茶经输出的那个时代 赚外汇 相当于是现在台积电的时代 当时他们是怎么用 然后很聪明的是怎么样 这个茶直接在楼上弄好之后 也不用扛下楼 直接从天花板那个洞丢下来 丢到机器里面 然后就觉得很聪明啊等等之类 要不然就去吃他的这个茶叶蛋 黯然销魂茶叶蛋 然后就觉得很赞 所以可以边走然后可以边玩 对可以边走边玩 然后也可以去这个脚板山行馆 那个大汉溪那个曲流 哇真的很漂亮 就是在这个石门水库那边 然后就可以沿途这样子玩 真的是非常不错 我们待会要来谈谈 我觉得现在有两个族群就很爱玩 第一个就是退休族群 说走就走 而且他一定不用就卡一个什么 六日或者是五六日 反正他礼拜一到礼拜四 都闲得不得了 说走就走 那如果说对于这种 65岁已经退休的人 他们想要说走就走的话 你帮我们提供几条路线 你很喜欢的 另外一个族群我觉得就是西家带卷的 所以我刚刚在跟飞鸿讲 我说其实我台湾好心也不错 为什么 因为你说我们开车带小孩出去固然方便 因为要吃就吃 要停就停 要上厕所就上厕所 可是说实在 那个空间毕竟是有限 开车的很辛苦 然后空间有限 有时候真的被小孩弄到 真的是都快要炸掉了 停车位也很难找 然后如果说到了定点 开始吃 你们吃吧我累了 我要先去睡觉 所以昨天我就在构思说 来这边到底要介绍哪几条路线 所以我就是帮这个65岁长辈 精选两条路线 那刚刚的东眼山呢 第一个为什么选他 第一个就是桃园的东眼山 第一个CP值很高 第二个就是你直接搭到终点 就是东眼山了 而且东眼山 大家不要想说 我又不喜欢爬山 对不起 东眼山它有 这个简单的中级高级各种步道 最好走的那个300多公尺步道 平缓 你也可以甚至也可以 300公尺而已 对好好走哦 而且就是沿途都是像三菱西那种 笔直的这个寒带的树木 这个反正就是雅热带树木 反正就是你就觉得真的是很不错 而且它就在北台湾嘛 那待会再选一条 就是让大家会 但如果你要选 你可以上台湾好心 也可以看943的书 它里面都有描述它怎么玩 然后怎么去做的 讲的非常的详细 那还有就是西家带卷的 那待会他也会推荐一下 就他自己认为好玩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进一下广告 进一下广告 我们两点继续回来谈 好这里上来Radio重要流行网 欢迎再回到理财生活通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 我们现场的特别来宾呢 是全台湾最会玩又最会省的旅游达人 943啊 跟大家来分享他的书啊 就台湾好行 就跟着他搭就好了 那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路线 跟他的提案啊 那刚刚我们有针对就是65岁以上 因为说走就走啊 所以提了一个是东眼山在桃园嘛 有没有其他的地方 就蛮适合大家说走就走 好有一条路线 其实其实我书里面每一条都是 我去过都觉得很想去的 但是今天的题目是65岁以上 那所以有一条呢 是我去了 不但想要大推给我的国外朋友 也想要带我爸妈去的 对对对 是哪里呢 就是屏东的神山县 你知道我去都要那个包车 对那边其实蛮深山的 对然后要包小车 你也大车上不去 对以前真的都是要包车 可是现在有了台湾好行 真的就不一样 神山啊雾台啊 对对对雾台三地门那边 那这个这条神山县 我觉得超赞是因为 刚刚有介绍过 它是游轮式公车 也就是说一般是人等车 那游轮式公车是车等人 车上有导览可以告诉你说 哎这部落有什么样的神话 什么样习俗啦 介绍很多啊 食物啦等等 到了下车之后 你就跟着他走 就不会迷路 然后沿途也会导览 像说这个 神山县会经过三个部落 神山部落 然后这个里纳里部落 然后这个雾台 然后风景真的都是超美 好漂亮 非常非常美 而且不是我们在那边说 啊好漂亮 是跟很多国外的景点比起来 我自己去了国外蛮多景点 包括这个国外的神山 世界很有名的神山 我觉得我们的神山一点也不舒服 我们太漂亮 非常漂亮 然后我就 而且我去的时候 刚好在神山爱玉的那条 就很多人去嘛 那个食尚玩家也有采访 对对我有去 就在很多的那条路上 就看到傍晚那个雾气就染染上神 然后我就觉得天啊超美哦 我在国外很多很美地方 都没有看到这么美地方 然后我就嘴巴张大 然后在这边看 然后一直像神经病一样 就是说好美哦好美哦 天啊好美好美 然后就觉得我很想用手机拍起来 可是那个景 没有办法用言语形容 也没有办法拍下来 你真的就是要亲自到当地去看 那这个神山线很棒是 他有他有两种 一种是你搭邮轮式公车 就有点像包车这样子 那他也会有DIY的套票 或者是什么 那你就整天跟他走 另外一种就是照里程的 那你就是可以在当地过夜 那在那边过夜非常推荐 像这个这个雾光云台 他这个就早上一起来就是都是雾 都是那个很漂亮的雾景 因为你可以在那边做这个部落厨艺学校 学做这个部落的食物 那或者是说 那边还有一个很特别的 就是大家知道世界百大特殊教堂 在台湾也有吗 而且几十年前法国的电视台 特地来台湾拍摄 那那个教堂就是在神山部落 然后而且是我们自己台湾原住民的神父 自己设计建造的 然后那个教堂 我们去欧洲都要看教堂 结果我们台湾的百大特殊教堂 大家都不知道 那所以真的是蛮可惜 那一般这个教堂是没有开放 因为大家之前被滥用了 那但是对对就是 就没有尊重人家这个主人 那但是如果你搭台湾好闲的话 就有机会跟着导览进去 有解说 而且他那个人形仪非常的特别 我书里面的那个照片 哦那个我发在我网站上的时候 点阅率超高的 就瞬间就几千了这样 因为这是很特别 很少看到那种做成人的形状 人的脸 然后全部都是朝着讲台的那个 真的大家要到现场去看 那种很特别的那种感觉 那所以我觉得 其实除了我书里面有帮大家提醒 比方说很多的路线 我都有提醒说 先走A再走B 这样是下坡 这样比较好走 或者说哪些地方 有这个非常特别的美食 可以去吃吃看 那所以除了这些很特别的一些建议 在我的书里面有以外 很推荐大家去看台湾好行的官网 看不用钱 那这个神山线很有趣 它的提醒可以说是巨细迷移 你知道详细到什么地步吗 他甚至写说 哦这条路线 这个山市很弯曲 所以建议不要在车上看手机 这样很容易晕车 这我知道 因为我小学校外教学的时候也是 这样就晕车了 会晕车 提醒的好温馨 好贴心 而且只要你有任何问题 你上好行的官网去问 他马上就会回答 所以算是回答的蛮快的 那所以真的就是 而且这个路线呢 为什么我推荐 因为65岁以上长者 你有登录的话 就是就已经是半家了 所以这条虽然是要预约 那像刚刚我们讲 马祖是四人以上 四人以上预约才开车 那神山线它是五人以上 那你就只有五个人嘛 对嘛就等于像你包车了一样 对对那就等于你包车 至少一定可以成行 那如果说家庭旅游的话 对那你会建议哪一条路线 你最推荐的 很多啊 比方说我还蛮推荐去台东 我现在台东就是很爱 而且我去台东 不是只有玩景点拍照 我现在去台东都去玩那个农油DIY 就是去做 比方说各位一定很少有人做过 正是在日本也都没有 台湾的DIY基本上是学日本 但是这一点我觉得台东真的很厉害 然后说大家有做过面膜DIY吗 没 而且是用这个台东的这个特产的醋 要不然就是有做那个蜂王乳的DIY吗 没 没做过还是你有做过防蚊液 天然香草防蚊液精油的DIY吗 没有 而且就是它是现场带大家去摘这个精油的 比方说什么草啊薄荷啊等等 然后就做成有各种东西 还有精油的体验 那或者是说现在台东的茶 大家一般去台东不会喝茶嘛 可是台东有一种茶 哇我喝起来真的是惊为天人 因为一般的茶是要高海拔 可是低海拔的好处就是它很容易发酵 所以它做成红乌龙 我觉得台东的红乌龙喝完之后 我觉得它的那个甘甜 我觉得比蜜香还要甜 这大家可以去喝看看 我有吃过甜点是用红乌龙入巧克力 很不错吧 因为它就是有 也是在台东 对就是台东 那因为它就是利用它低海拔 然后容易发酵 所以它就是走这种路线 它那个真的就是 我觉得比红茶还好喝很多 因为红茶主要就是要色 然后再配个甜点 可是你红乌龙的话就整个很甘甜 然后去就做红乌龙炒花生 红乌龙奶茶 要不然就是这个红乌龙也有 这个直接教你说怎么样品茶 然后教你怎么样把家里放了很久的茶叶 让它回春 总之我们就整个下午都好像在做实验 要不然就是 真是浓油耶 真的啊 然后而且我觉得还有什么赤葱盐 拿来沾牛排那种 然后以前我们去台东都觉得说 啊好帅哦 然后整天在景点走来走去 好累哦 然后吃吃美食 可是后来我去台东都在做DIY 然后有些还有做那个块木精油什么的 然后都是在室内 然后下大雨 下再大也不怕 然后太阳再大也不怕 然后整天带老人小孩都不会累 因为整天非常的轻松 就不用走来走去啊 不然就晒来晒去 反正就是在室内其实非常轻松 而且玩得很开心 跟认识的人玩 超好玩 然后说做完面膜 大家都在那边互相抹啊 然后抹完之后就跟你猜说 哎你看你猜我刚刚抹哪一只手 然后很天然的 然后做DIY也不过两百多块 然后那一大罐 我们以前那个面膜去那个什么什么 什么小铺买都都那个泥浆的都要五六百块 好小小一罐 可是你自己自己亲手做的天然 没有加化学 你是不是觉得比较安心 那你也是做台湾好兴趣啊 对啊做台湾好兴 那是怎样到火车站就有接驳吗 对到台东火车站就有接驳 有些是要先预约 所以要先看一下 反正他的每一条路线都不一样 就是我的书里面也有一些提醒 也有跟大家讲说 在哪里下车 比方说有些做水果酒啊 那个什么四家冰淇淋超好吃啊 那或者是有些就在 直接在门口下车 因为花冬都很长啊 所以如果说要去花冬玩的话 交通其实是一个大问题 要不然就自己开车去 要不然就租车 现在有第三个提案了 第三个选择 就是台湾好兴 尤其像里岛超棒 像马祖当地人其实也都推荐 大家台湾好兴 为什么 因为除了刚刚我们讲的包车 公车的价格包车的享受以外 其实马祖的地势很崎岖 然后当地人说很多人租车雷残 然后而且你在马祖要是受伤的话 那是要很多都是搭直升机后送回台湾 那医药费很恐怖 所以你就是搭台湾好兴 然后让司机大哥好好帮你开车 我觉得那个台湾好兴 应该找你当代言人 介绍那么清楚啦 今天非常久 谢谢943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